上回书给您说到 镇东辖猴亭猴镇远 大破清水滩烈焰战 虎头大战船上剑斩四铐 生擒大寨主叫紫面龙君罗列罗燕光 罗列罗燕光引经旧路闭目等死 自知有死绝不能活 哪知道猴亭亭见留任 并没有把他宰了 罗列别看六十岁了 姓罗列虎 恶狠狠的瞪着猴亭 老儿猴亭 你不要以为你网称侠客 不宰我我就赞成你 佩服你 没有 你说你不杀我 你要放我 我劝你别放 我这人跟别人不一样 一点不念你的好处 因为辛辛苦苦打造铁桶 相仿清水滩烈焰战 就在弹指之间 灰飞烟灭土崩瓦解 数十载心血腹之东流 你怎么能让我不恨你呢 真好比说国破家王的一般 我罗列罗燕光活六十 今天过生日 打今天往后就如丧家之犬 皆因为你猴亭一人 你要今天把我宰的是你的便宜 今天如若你不杀我 猴亭我可告诉你 你八十多了 我刚六十 我还找能人小能那些 我必然要报复 绝不能够不找你报仇去 猴亭听完子话 剑交在左手 左手拉宝剑 右手撕心燃 仰天大笑 好啊 罗列啊 你要不提报仇二字 我是不敢放 为什么 你是国家的侵犯 你打着窝主的罪名 你知道韩保吴志广什么罪名 盗取国家质保 御用之物 翡翠鸳鸯 藏在你这儿 你就是藏匿窝饭 现在原拍正差 就是同林同海川 身上有海埔公文 行不大唐的公事 我严敢斗胆私放 但你提出报仇二字来了 我是不得不放 我要不敢放你 船长出去 让天下英雄知道 说我侯廷惧怕 你罗列报仇 侯廷什么人呢 镇东侠 行走江湖 我都快一辈子了 我就喜欢别人 跟我为仇作对 要没有俩仇人 我简直是寝食不安 知道我住哪儿吗 山东东昌府 朝不连侯去庄 但愿得呀 你每天烧高香保佑我侯廷 我都八十多了 你保佑我长命百岁 多活几年 我好等着你姓罗的 别说你 就是云南 昆明府 花山铁扇寺两位大当家的 祭祠纪元带着你 你们铁扇寺的门人都算着 拍门找我侯廷 侯阵远皱一皱眉头 不敢英战不算英雄好汉 枉为镇东侠 美名传于江湖多年 你呀 逃命去吧 一台脚 把罗列踹到水里去 罗列会水 覆水上小船 麻洋小战船上 有罗罗兵把大袋主捞起来 罗列罗燕光 含羞待溃 回头用手一指 自己经营多年的 这座清水滩烈焰站 尴尬不顿 半天没说出话了 您琢磨琢磨 这人心情能好得了吗 而等速速进山 就说我的话 别打了 枉费性命 喉庭同林太勇 想我罗列罗燕光 让人家生琴活拿 你们还有何德何能 别找那个不自在 突然的丢人献严 枉费性命 让二寨主 双头瓦下 杜包杜登山 三寨主 分水忽利 彭崇彭佩安 带领楼罗人等散山 将这一座山 交给侯庭同林 那么盗宝的侵犯 那看他们的造谎 让你们的少山主 一面小龙神 罗威罗生远 保着家眷 投云南铁扇寺也行 投他旧父那也行 自己领着小战船 乐荒而走 寒沉 侯庭不管那 侯庭 吩咐喽喽兵 不要跳水 而等不必 贪生逃走 我破的是清水滩 打的是烈焰寨 斗的是罗猎 那罗猎被我生擒活 我尚不肯残害 他的性命 而等不必害怕 调转船只 进大山 我有功务在身 现在擒拿盗宝 二小时 耽误之急 大船吊动 这说呀 实际是很慢的 不是当时就那么快 这已经很神速了 大船进了竹城 客人来到了 陆地 山寨以下 侯庭一看 好家伙 山头火起 这山寨起了火了 再看众罗猎兵 好似群羊被轰一样 往山下跑 罗猎兵后头 有一怪人 手拿一条香魔金虫 兜着这个 罗猎兵后头 这张打呀 追上帮一下 就完了 这一个就死了 罗猎兵 咚咚咚咚咚咚 纷纷跳水 哪知这位水性更大 纵起来 蹦下去了 到水底下 昏如猛虎 亚赛过蛟龙啊 那比在陆地上更可怕 猴庭一看 正是炸海金牛 余恒余宝园 你追他们干嘛呀 捉拿盗宝二小 试紧哪 跟同龄 二桃弟兄 带着软和软臂 汽州灯啊 往山上挫 迎面碰上 徐元少谷 这些人往山下走 见面以后一交谈 这才知道 已然逃走了 盗宝二小 韩宝吴志广等人 感情罗猎罗燕光 这一背秦 早有罗罗兵进山报告 告诉彭冲 告诉杜邦 哪有心留恋啊 甭等大寨主传令啊 跑吧 山中无主自乱 楼楼兵四下一分 韩宝吴志广 那够多机灵 小粉丁韩宝一看 形势不对 还没人打呢 跨过来虚晃 打了一个虚声 通知 闹海金 吴志广 死面分水别恶道 乔玄陵 跑吧 跑可是跑 得拉着罗维 罗生远 兄弟跟我们走 罗维 罗生远 也是虚晃一刀 跟着他们仨往下拜 你们仨跟我来 我有密道 带你们出山 江然 引着三个人 往后山跑 这只山领 这只山领到了 让他们弃山而走 或是头 烂石岛 或是头 铁山寺 但得带着家眷 罗维 罗生远 把哥 他喊路了 我把你们仨带到密道口 你们三个人顺密道出山 我得回后山 干嘛呀 我得背着我娘走啊 现在山已经被官兵打破了 同林同海川 侯庭这帮人要一进山 玉石俱坟呢 我妈怎么办呢 书中代言 这个罗马氏 这个玉面龙军 罗列罗燕光的媳妇姓马 这个马氏夫人 他兄弟 占据金阴岛 烂石山 是大债主 能为高 而且 势力浩大 金阴岛烂石山的势力 比太湖 比清水滩 烈焰寨 还要大 两家联姻 而且也是铁山四门人 那么 他这舅舅这么大能耐 他爹也这么大的仕坟 所以这玉面小龙神 罗维罗生远 从小娇生惯阳 现在得投救父亲 这仨人一听 你带着娘投救父 我们仨怎么跑啊 你呀 可顾不上你娘了 现在你要再到后山背娘 必然备祸遭秦呢 你要知道猴亭多狠呢 什么剑斩二寇 剑斩四寇 这猴亭出的没少杀人 这么一吓唬 罗维罗生远 罗维得说是丧尽天良啊 弃生身母鱼不顾 带着三寇春密道出山 那徐元少谱 跟鱼横哪追去 不熟悉人山上的道路 三转两转给追丢了 那只能打楼楼兵 三个人赶着楼楼兵 往山下走 有的楼楼兵就抱之内堂了 说夫人大事不好 现在山已经破了 大寨主 二寨主 三寨主 少寨主 弃山而走 您是怎么样 我等死战 保夫人杀出山去 也顺密道逃出死山 夫人一听摇了摇头 早知道有官兵破山之日 有失败之时 当初我就劝罗列 战山步伐 焉能为之啊 这几天 大排艳艳 就不是什么好作呀 我闻听丫鬟跟我说 他胆敢收留 盗国宝的巨范 美其名曰 作为香尔药调 熬鱼 勾着你铜林 喉庭前来抓人 到那时候 斗的是铜林 会的是喉庭 今天怎么样啊 勾来了 你打得过人家吗 闪眼之间呢 山也破了 人也跑了 我一个父道 倘若被人裸造 那还了得呀 全我马氏的名节 给他们裸着门留点脸 你们各自逃生去吧 夫人一身上花笼 把管家的钥匙 一嘟嘟全拿出来了 散给手下 搂搂兵老妈的丫鬟 什么叫香哪 叫棍全打开 罗列 罗燕光 毕生积蓄 全在此 能拿多少 拿多少 顾小命 你们都逃走 有几个贴心的丫鬟 老妈呢 眼含热泪 不敢走啊 夫人呐 我们保着您走啊 罗列都保不了我 我儿子罗威都不管我了 你们也不会武艺 你们保着谁呀 都逃命去吧 自取引火之物 可就把炕丹子给点了 拿着炕丹子 在屋子里边 他们一轮展演之间 内宅火起呀 夫人自焚于内堂 火势走台真快 山上无主自乱 山上一乱 没人组织救火 一间屋子着 跟着所有屋子全着了 整个山上 是连成片子房子 全着起来 咕咚咚黑烟滚滚 嘎啦啦烈焰 飞成一阵大火 罗列毕生心血 复之一句 喉婷不知 夫人放火自焚 来到了山下 抬头关桥 山上火起 以为是楼了兵 临走焚山 不能把一座山上的基业 留给我姓猴的 你们一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要知道 是夫人放火自焚 猴婷说什么也得组织人 把火扑灭了 把人救出来 干系重大 到后来 为什么烂石山 金阴岛 马彪 文庭 喉庭 到了咬牙 窃齿 秦盗宝贼 我不管 请国宝 还朝跟我姓把 那没关系 给我姐夫打跑了 他打不过 你都活该 为什么把我姐姐 逼死 你什么侠客 你带人攻山 大破清水滩 裂烟寨 活生生 把我姐姐 逼死在后堂 所以马彪 陷害 同林 陷害 猴婷 有达摩堂 打赌争斗 书好 您往后文书听 这就是马彪 恨猴婷 恨同林的地方 猴婷不知啊 见着徐元少谱 问何人放火 徐元少谱也不知道 大爷我们不知道 自是楼楼兵放火呀 好 搜紧山上 哪儿找 哪儿找去 山上密道 不知道 有一股道 直接进江里头 找水最浅的地方 直接能复出去 韩保 郭子广 乔玄 还有罗维 罗生远 这水性都是好的 带着家伙 由密道 入了水 由清水滩 可就覆水而逃了 猴婷不知 你光打楼楼兵管什么呀 带着徒弟们 带着徒职这些人 把这山上找遍了 找不着 盗保二小 和这几个流寇 没办法 这才回归船上 见着同林 同林也是一筹莫展的 您琢磨琢磨 全是水 围着一座山寨 愣让人跑了 无济奈何 也明知道 必有暗道往外走 这是人家 怕 把山宫破了以后 留的后招 现在也是 无可无不可 只能先回 旺坛庄落脚 坐船出离清水滩 回到旺坛庄 逃去老店 大家伙 换衣裳 书席已毙 二桃弟兄 带着手下的伙计 把酒席给摆上来 这顿饭吃的 大家伙是寡寡无欢 实在的是 没有精神说教 久入欢场 久入愁场 这一战 侯廷心里边难受 宰了好几个人 空把人进一座万年牢的鸡业毁了 得罪江湖陆林道的好朋友 最主要的 跟铁扇寺的仇越节越深 同龄跟八国山三节一掌仇 云南昆明府八国山 南盘江这股势力 加胡尔山铁扇寺这股势力 不是我猴廷惹得了的呀 愣冲字后 挑大门哥打鼻梁 替同龄把这事扛下来 为什么说话说得那么狠 放罗列 把这棍全老到自己身上来 想报仇 山东东仓府朝铃 找个猴廷去 把同龄得摘出来 交朋友得交猴廷这样 但我惹得起云南八国山 我逗得过铁扇寺的寄词寄园 那是多大的能耐 甚至于说打完清水滩 烈焰寨这一仗 我猴廷就得把云南给寄了 只我跟同龄足步踏进云南半部 就得引来无数的是非 那事就扯了去了 越想越难受 空把人一座山寨给挑了 没逮着盗宝二小 这档子事办的 不露脸 他难受 还有比他难受的 同龄是着急 最难受的是陶二爷 陶荣陶少华跟罗列是多少年的朋友 此一次得罪朋友啊 吃里爬外 礼节的外应 好家伙 勾着人把人家多少年的心血给毁了 你要猴廷把罗列宰了也就完了 不解 他冲光滚 他拍着胸脯让人找他报仇 找你报的着仇吗 我不死先得找我了 谁敢上山东 东昌府朝福林猴下庄拍门找你去 进得去吗 我知道 朝福林那儿好 道路难辨 区区弯弯 迷宫一坐呀 我这望潭庄淘的店就在潭边上 往前走往后走 没街风 我不安好心眼啊 我不敢招街风 因为我这店里全是贼呀 有憋着跟我这儿救个伴开个买卖的 都让我给挤队走了 我这后半辈也不消停 干脆我跟他们一块奔杭州吧 今儿这酒咱们我看喝着可有点 哎呦 我师父那伤还真疼 我说爷们 当着你师父 当着你师大爷 你下手可够狠的 徐元说不打真了不成啊 是啊 得了 咱们今天早歇着 明天如何安排啊 侯庭一听 手脸银燃 如何安排啊 清水滩猎烟烟寨 让你们打死那么些人 我见斩了四寇 这这么多人命不能算完呢 好在海川身上带着攻势 破山就为了拿盗宝贼 这也说得下去 没别的 杭州事情不少 我带着大家伙先回杭州 海川 你带着俩孩子 司马良下九龄 拿着海浦公文行不大堂的公事 到当地 找衙门口 把这当事了了 然后你们再回杭州相会 也只可如此啊 当夜无数次日清晨 二侯弟兄 二陶弟兄 带着薛恩少谱 软和软臂 于宝园 把陶家店简单的料理料理 收拾行囊包裹 带上随身家伙回转杭州 同林冬海川 带着司马良下九龄 拿着海浦公文 上衙门 到衙门一投这公事 当地政府吓坏了 行不大堂的公事 没看得起这三位 俩孩子加一劳赶 这图了帽拿出这公文这好 这上面这大印甚人呢 就现在好比说 这是最高法院 公安部 最高检察院 那会儿是司法集中 不跟现在似的 现在是三法分权 那会儿全都归刑部 刑部那利益还大了 好家伙 这您什么事 什么事 你们治下有一座清水滩烈焰寨 我们知道那里头都是渔民 呸 站山多年 你们会不知道 知道我们惹不起 多少只大战场 攻山攻的进去 好三道 大寨门 竹城水寨 前攻运弩 下着滚龙挡 打刀子 我们去得了吗 没关系 现在我们都给评完了 你们一共去多少人 我们一共去了十个人 有能耐 这经官是厉害 现在呢 现在你们收拾 童林有这就好事 好家 童林现在不窃官 跟原先不一样 您琢磨琢磨 在贝勒斧子 董教师爷 在贝勒斧 刑部大唐 打过官司 天天上 四贝勒印针这 串门的最小的 都得二品大员 那刑部大唐 张祥宇 二品正堂 见着四贝勒都 剁嗦 那是小皇上 说话都得跪着回话 没跟您说吗 贝勒一抬手 让你坐着 给碗茶喝 这就塔大人情 说贝勒 见着神力王 见着皇上也跪着 那是皇上 那是皇叔 满朝文武 谁夹在四贝勒的眼里 童林跟着他 鸟随乱凤 非腾远 人半贤良 品自高 向着地方官 五品六品七品 童林现在 根本的见他们也不处 堂堂堂 把这事一说 有这公事 有刑部大唐的印 这是当今圣上的钦差 皇上家御马快 这是 那事还不好办吗 官兵如狼似虎 可就进了山了 楼楼兵没了 山也烧了 楼楼兵都跑了 那官兵进去干嘛 除了把这死尸掩埋 剩下地捡羊涝 也不能都烧了 是不是 后面那后堂那一片 夫人给点了 投了这寨子里面净好东西 您琢磨琢磨 罗列 二三十年苦心经营 一座山寨 就那囤的粮食 就不计其数了 他把这山啊 开发的应该说不错 当兵的都捡羊了 然后好报功 此次破山 啊 勤了多少匪人 匪首怎么样的逃跑了 啊 怎么样的我们立的大功 同龄法认可就行啊 哎 一层一层网上报 好领奖金 啊 那搁下这不表了 咱们单说猴廷 带着老少英雄 回转杭州 先打个人 上杭州 标局的里头通知 南辖北辖 带着人 出来迎接 镇东辖 镇东辖 进杭州 来到标局的里边 一看 喝真厉唆 牌本都换了 四杯的玉笔 亲自写的 双龙标局 大金字 蓝匾金字 挂好了 大门口也粉饰一心 心油的 阿七 进去以后 群雄全在 贝勒爷一看 就有点愣 最心爱的仨人没在 铜林 司马良 下九龄 这仨人没在 老爷子有点不高兴 啊 侯老侠 海川呢 那俩孩子呢 侯廷心里暗乐 不问别人 单问铜林 司马良 下九龄 一看没在就着急 最喜欢这仨人 您先别忙 他们仨没事 平安得很 怎么样 到了清水滩 猎烟寒寨 如何的脚山灭寨 勤拿盗宝二寇 盗宝二寇流落何处 我暂且不跟您交代 我给您引荐一位老侠 这才把二陶弟兄领到面前 陶二爷这是投资件 这位就是黎某草上飞老侠客 叫陶龙陶少华 陶龙陶少华 去不向前 要行大礼 赐贝勒烟能够食寿啊 伸手相掺 老侠您免礼吧 大家分君臣 主要 宾客落座 大家伙全坐下 侯廷这台半条四里 把以往经过 大概齐这么一说 哦 贝勒爷一听 盗宝二寇没拿着 国宝去向不明 总算是这场仗打胜了 贝勒爷点了点头 海川当地衙门事好办吗 有行不大堂的公事 应该不太难办 估计明天 脚跟脚也就到了 是啊 那么这儿我们可也没闲着 按照北侠邱老爷的 他那朵守正借银花的样子 我们依然做出一批来了 都是银胎啊 镀金 非常的精致 搁了一个钢盒里边 一个一个的守正借银花 那么等海川回来 咱们挑一个好日子 就在北高峰陵隐寺 咱们就在灵隐寺里边 让小弟兄们 现意带话于海川贺号 书不要麻烦 不痛快不高的性的事 搁下先不提 先紧着高兴的事办 这个黄灿跟潘龙两个人 这回可出了血了 尤其贝勒在这儿 那每件事都得做得比较仔细 比较谨慎 而且处处都得做得好 第二天 同龄到了 同龄简单的把这些事一交代 无书可表 大家伙一算日子 就在十五这天 是个黄道吉日 提前派人上灵隐寺去通知 我们要到那儿 办一个天下英雄大会 给一位新出道的英雄贺号 众位小弟兄 还要现意带花 乃是武林的美谈 就在十五这一天清晨 群雄早起 一个个聚穿新衣 该骑马骑马 该不行的不行 带上自己衬手的兵刃 随手的家伙 单等贝勒早起 贝勒起床 群雄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是我迟睡 各位您都早起了 贝勒起的不早 就请贝勒梳洗早饭 咱们一同购奔灵隐寺 这些个细索之事 不必尽说 等贝勒都拾得完了 左边是小孩思木良 右边是小孩下脚灵 二童子一左一右 伺候好了贝勒 众位英雄巨都跨马 小弟兄在后相随 可就由双龙标局出来了 顺着西湖 往北高峰 灵隐寺进发 灵隐寺呢 在北高峰 半山腰上 这灵隐寺呢 有一座飞来风 这是 纪公长老 吃了黑 也挪来的 原先不在这 他是这个 法力无边 这个降龙罗汉的转世投胎 你要到了南方啊 尤其到了杭州 您提纪滇僧 知道人兵不多 您得称修园老祖 就在北高峰 有一座修园老祖洞 因为这本名 俗家姓李 叫李修园 他呢 这个转世投胎之后呢 从小受了很多苦 后来才出家为僧 最爱喝酒吃狗肉 他是邪而破冒而破 身上的袈裟破 每天呢 吃肉喝酒 酒肉穿肠过 是佛祖心中流 你还别说 尤本昌老师塑造 那纪公那个形象啊 后来还很难颠覆 别人在演还真不像 可能也是先入为主 你别人在演 那纪公还真没他演得像 什么周星老啊 还有成龙老那少爷 可能都演过 我看的都没有 尤本老这演得好啊 确实人家这个话剧的功底啊 也深 那么这个灵隐寺呢 是他这个初家的地方 济滇河上呢 是初灵隐啊 入境祠 啊 境祠寺实际呢 在杭州 比灵隐寺的名望还要大 你要到杭州去呢 也是顾客不关 尤其这个杭州西湖呢 有好多景致 什么小小墓啊 岳王墓啊 等等等等吧 啊 这些地方不可尽数 大家伙儿 懒看山景 不多一时来到了灵隐寺前 就听着灵隐寺后山 终生闻于远寺 一敲钟可了不得了 佛跃起来了 自山门以内 出来五十名僧人 身上全都身皮袈裟 外照披露挂 这是最高规格 手持佛跃 左边二十五 右边二十五 列列两旁 细吹细打 这是迎接贵宾 而听着口宣佛号 说了一声 弥陀佛 卖山门 出来的弥味老和尚 上至下境 至境和尚可了不得 三世的弊球 他已然 转了三世 修行三世 他不出关 在灵隐寺 方丈寺的后边 有一间静室 他不是方丈 他就是这庙里的和尚 修行三倍 就是他元寂之后 投胎 然后还上这修行来 元寂之后 投胎还上这修行 现在是第三倍 他能知道上两倍的事 他都记着呢 这就是 致敬长老 致敬长老在静室里边 正然闭关打坐 偶然间心血来朝 掐指一算可了不得 小皇上来了 日后定顶江山 大清一统一朝 人王地主 四卑列 隐真 已然驾临山文 众和让都以为是双龙标局的标主 因为来就那么说的 说天下群雄 少长贤 一老少必至 大伙都来了 为主的一个人 四五十岁 那是我们的总标主 不单是我们双龙标局的标主 天下的标局的联号 他都是主 想当初圣英圣三爷南曲北六 一十三省总标头 他比圣三爷还大 还有能耐 也不担标局 别的买买他也管 何人不知道这位夺着势力 致敬长老算出来了 那还了得 这才起官出了净史 跟方丈跟监司都说好了 有贵人驾临 带着群僧出山门以外 贵岛一片 那么这其中 南辖北辖 镇东辖 二辖侯杰 老辖和李源 风流铁扇辖 张鼎张子美 大盼飞行辖 苗泽苗润宇 这一干人能可就知道了 三世的弊就算出来了 小皇上到了 要不然说什么 不能带着群僧下的贵 贵里也心知肚明 但不能把这话说破了 赶紧驱不向前 伸手相掺 把老辟丘给这个掺起来了 四目相对 老辟丘 二某子朔朔放光 抬头一看 可了不得了 这位日后九五之尊 都是皇子 怎么能看出来 他三世的辟丘 他能家会算呢 一直给让进山门 先要随喜随喜 就是带着游览游览 给就让过了 这个头道大殿 四大金刚 一般是护法四大金刚 摩家四兄弟 让过去之后 有观音殿 观音殿再往后是戴雄宝殿 戴雄宝殿 共三世佛 就请总标主 亲自碾香敬佛 大家伙 你催我让 当然得攻推贝里 贝里也碾香 来到了佛像的面前 跪在佛像面前 口中 暗暗 祷告 他说的可不是江湖上的事 说佛爷在上 信师弟子 爱心觉罗 印针在下 我看 朱皇子 皆无有能 继承 大同者 我这些哥们弟兄 一个能当皇上的都没有 就是我成 大清江山落于他人之口 日后必亡 落于我印针之手 我是非徒王位 但得江山永固 倘若佛爷能够 成其美事 助我一榜之力 日后弟子我 情愿退位 我是归一三宝 禀教沙门 永敬佛家 追随我师 我在寄业外修行 他起了一个弘天大院 你要能让我当皇上 日后我要归一 书中代言 雍正佛爷 应了此事 日后可就出家了 你看这个清史是这样 都说呀 顺之爷出家 顺之爷出家 在山西五台山清凉寺 雍正是被刺 实际呢 整反着 是顺之爷被刺 雍正出家 雍正在位十三年 就是应的今天 陵隐寺这一院 那么顺之皇爷呢 在冬至这天 冬至交天 被人赐予年内 这个刺客呢 叫宝珠 你要看辽斋上 有一段宝珠 就是这个人 辽斋上并没有写 他的姓什么 他姓李 叫李宝珠 李宝珠 是吴三桂 帐下的一个行军参谋 懂剑术 那么吴三桂 投青 冲官一怒 为红颜 引来二十万清兵入关 铁骑进关 这才引出来 扬州十字 家境三徒 大清朝定顶 入驻中原 吴三桂呢 可以就当了王爷了 但是被封藩王 远远的 给他搁到南边去了 吴三桂 本来他的势力都在北方 他当初 在东北当总兵 现在你给他调南边 叫云南那去了 他的势力大减 所以他也恨顺之皇爷 这样他派自己的行军参谋 李宝珠行刺 冬至焦天赐顺之皇爷于年内 对外不敢宣称 顺之爷退位出家 八岁的玄业登基 就是康熙佛爷 一直到康熙十四年 这才把李宝珠逮着生心活拿 李宝珠临死 这才说出来 当年十四年前 就是冬至这天 我把孙子爷刺死的 对外不敢说呀 那么这个 李宝珠备展之后呢 在哪呢 就在西志门外 西志门外十五里 这地名叫乐陀伯 因为这地方有个大拐弯 乐陀伯这有一座宝珠坟 现在您找当地的老人 大概其还能问出这个地方 在蓝电厂西部一点 那么李宝珠就在这死的 给埋在这儿去了 对外呢 就说顺之爷出家 五台山清凉寺当和尚 实际没有 那么怎么能证明这事呢 您要看旧的皇帝 历书 旧的皇帝 不知道哪位读过 哪位念过 过去的皇帝 这日上都写记 以什么记什么 这天好比说 移出行 移故意 这天好比说 季婚嫁 或者说是 季动土 不移动土吗 等等等等 这些都在上面 就指导你这一天干什么 那么甭管哪天 它都不一样 你把这个每年的皇帝 对的一块 他这天的六月初一 跟第二年的六月初一 他不能一样了 要都一样买一本皇帝 就看一辈子 皇帝跟现在的月份盘一样的 一年一换 那个老皇帝就翻篇了 您这都是老皇帝了 过去有这么句话 就没法再用 万年历呢 他不写每天的事 他是查时间的 查日子的 是这么用 那么这个冬至这天 每年都一样 唯独到了清朝 顺治爷以后 就由康熙元年开始上元甲子 每年的冬至 您看皇帝上写着 都是继臣 这天不许过生日 每年到了冬至这天 甭管谁 不许过生日 继臣 就因为开皇祖 顺治皇爷 是在冬至交天这天被刺的 不信您就上图书馆 找找旧的皇帝 您看看 这不能瞎说 那么到了雍正朝呢 雍正十三年 做皇上做了十三年 在他没当皇上的时候 他办过一件事 家里头这天 生孩子 产下一女 那么这天同时呢 有个汉官叫陈希 陈希陈大人家里呢 也生孩子 那么这个四贝勒呢 当时已然是雍亲王了 雍亲王就派人 上这陈希家去 说你们家这孩子 也今天生的 我们家这孩子 也今天生的 这个事情很巧 让你媳妇抱着这孩子 上我们家来 附近要看看这孩子 那陈希不敢惹呀 当时已然是雍亲王了 就这样 让自己的夫人 带着这孩子 进雍王府 就是现在的雍后宫 敢是白天去到晚上 再回来 两口子打开包皮一看 改女孩了 这一段叫做捧龙换风 这孩子是谁 陈希的这个儿子 到了雍王府里边 就是爱新觉罗红礼 就是日后的乾隆爷 实际乾隆爷呢 是男人之子 而且陈希自此以后 不被重用 贬到南方 流落在扬州 这个 您要看清朝的始祖像 现在您到太庙去也好 或者您查书也好 看去 乾三朝 就是顺康雍 顺治佛爷 康熙佛爷 雍正佛爷 长的 都是广额高权 金人相貌 因为爱新觉罗事 是后金 后金这才有的满族人 那么这个广额高权 是满人的相貌特征 可是从乾隆爷那相 您往后看 是圆面三然 乾隆爷呢 留着胡子 白白净净的 就改成圆的脸 是汉人模样 您往后再瞧 乾隆往后 嘉庆佛爷 再往后道光 可都是他这模样的 就没有乾三朝 那广额高权那模样 就是拿捧龙换风 这来的 那么雍正当了皇上之后 因为他挨着 统林等等等等 这些剑侠 太阳身通剑术 羡慕剑仙 这才弃皇位 应自己今天的 发下这弘天大怨 把皇位暗中传给 爱新觉罗弘历 自己在扬州出江 走了 红历呢 知道自己的父皇皇阿们呢 懂剑术师剑仙 但不知他出家 就以为他死了 可是呢 有这么一年 他呀 到扬州去 他怎么去的呢 就因为刘庸 他爸爸 刘庸刘时安的父亲 是三朝元老 把这个事告诉刘庸了 刘庸就告诉乾隆了 乾隆不信 君臣暗定一计 他把 让刘庸出主意 把乾隆 发配江南 怎么发配江南 这您都知道 就因为啊 乾清宫着火 烧了 这样呢 雍龙 哎 乾隆爷拆就盖心 把十三陵拆了 把明陵 垫座拆下来 拿金丝南墓 盖着乾清宫 这叫拆就盖心不成 盖呀 打了一什么呢 打了一个偷坟掘墓 偷坟掘墓还不成 因为当初啊 士祖高皇帝有明令 人家明朝一草一墓不许动 这叫有为祖训 知法犯法最佳三等 最后把乾隆 发配江南 明着是打江南为 暗含着发配 实际的意思 是上那儿找雍正皇爷去 到了扬州 庙里头 一人发一套新衣裳 一人发一套僧衣 发一套棉衣 发一双新僧鞋 每人是碾珠一串 那么这儿有人 捧着这个四里 和尚的花名册点名 点到谁 谁上跟前站着 磕头谢恩 然后说一句吉祥话 阿弥陀佛 祝我主万岁 万首无将 好比这么句话 然后你就领着一趟旁边站着 干嘛这样 就把所有的和尚都要看遍了 到底有没有我爸爸 这儿是念着 由方丈歼次 这些大和尚开始 念吧 乾隆爷这儿坐着 这儿有太阵欲不离的 慧能 最后一个 这和尚叫什么 叫八亿 乾隆爷把这花名册拿过来 最后一篇最后一个 八 亿字不好写 哪个亿呢 亿气的亿少一点 一瓶一那儿 加这点 这字念 亿 把这点拿去 也念亿 好多人不认识这字 念X 什么名字 什么叫八X 还有讲 当什么讲 当平文讲 平安平稳 当这么讲 你看俩X这大伙都认识 这字念谣 六谣八卦 就这字 这字好解释 这字念亿 这八亿和尚 是干什么的 回我主万岁 这是庙里头的烧火宫 这人在 在 那怎么不来领棉衣来 找不着的 因为他得烧火 正是东景天 您发棉衣 这他走了就没人烧火了 把他找到我看看 大伙去找去 八亿 八亿 找八亿 领着这八亿 可不敢过来 为什么呢 一脸的油泥 又黑又瘦 身上这衣裳 衣不避体 然给领到这来了 八亿和尚 谁敢往皇上跟前带 皇上一看 脑子怎么办 先把 并比大太监 没请过来了 您看这能见皇上 大太监 看 这是 这见不了皇上 但我也不敢做主 把河流二中腾请过来吧 河流二中腾过来 你看 这不能见皇上 这一见皇上 皇上就村了 刘庸心的明白 皇上干嘛 找爸爸来了 这是皇上爸爸 你头长这模样 这也别见了 你还回去烧火去吧 万岁 这八亿和尚不见也罢 怎么 又黑又烧火工 一脸的滋泥 得了 让人把棉衣给他送到火房去 既然不见也就罢了 乘兴而来 臊兴而归 这一趟江南设围 没有找着雍正皇爷 心里都别扭 回转到北京城紫禁大内 这一天养心殿上犯愣 猛然间的一拍自己脑门 挨压谬移 速传河神流勇进宫 河神流勇跌跌撞撞 来到了养心殿 往这一跪 好大胆的奴才 你误了震我大事 怎么 上头一个八线 一个一分明是一副字 我找了那么多人 看了那么些和尚都不是 就这烧火的八亿和尚 他是父皇 他是皇阿姆 明着都说出来了 你们俩这么聪明 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想我一朝国军 岂能无父 乾隆佛爷大怒 这才二下江南 还上庙里找八亿和尚 到这大和尚说了 自从您走 我们就找不着这八亿和尚 我们这庙里 现在这烧火的是绘饼了 没辙了 乾隆一琢磨 那怎么办呢 父皇不愿见 所以您听传闻 都是雍正皇爷被刺 有一段书叫 吕四娘非见取雍正 吕四娘就是 吕晚村大侠吕留良的闺女 因为最后雍正皇爷 驾登九五 要害天下群侠 三百六十五路侠客 有三十六名侠 就因为这些人高来高去 自己得大宝 得基业 是化帝无形尹一侠 甘雨甘凤池 夜入皇宫 在那个扁后的 把传国御侠给倒出来 篡改传国 这叫赵旨 这才自己当上的皇上 那么他深知这些侠可能为太大 留着这帮人自己江山不稳 这才大牌庆功宴 请天下群雄饮酒 暗含着 要把天下群雄都要死 大侠吕留良探知此事 以身是法 自己捐躯 自己把自己堵死 让群侠看 我说话要宰 你们不信 自己把这杯酒喝了 有高明的人 你们现在摸我的脉象 本来吕留良就是大医学家 现在南侠什么都在 你们看我中毒没 大伙 这才信呢 一会儿毒发 脸也清了 血也下来了 吕留良毒发身亡 群侠这才知道 大伙商量要反大清 其中有高人 保他登基的是你们 现在推翻他也是你们 出尔反尔 咱们怎么能够在人间做侠子 不如你我呀 大伙算了吧 这才死走逃亡 各自隐居 有童林童海川 看破红尘 跺脚出家 等童林二次出世 已然是雍正被刺 这是厚文书 你俩想听到这儿 神了 这事 还是那句话得我过日子心 为什么我这会儿先说 我真说到这儿 林导把这点忘了 能 你肯定是赶上了 你比我还年轻呢 后文书歌业暂且不表 咱先说眼前 雍正皇爷就在灵隐寺 带雄宝殿之内 对着佛爷发业 弘天大院 上完了乡 顶礼膜拜 清朝的皇上 喜佛这 您都是知道 愿意人称他为佛爷 以至后来 西公娘娘慈禧太后 也被称为老佛爷 这个不必细说 四碑里 闪在一旁 北侠带领群侠进殿 碾香磕头 大家伙祷告一番 小弟兄也全都上来碾香 最后是同龄 上香已毙 大家来到了旁定 已然摆开桌椅 由北侠当众把钢盒打开 从里边拿出一个小钢盒来 打开机关消息 当众一看 群侠请看 这是按照我这朵 守正戒银花打造 这朵守正戒银花 是银胎镀金 里边是一个莲花 因为是出于尼而不染 取其之意 酒瓣莲花 是佛爷坐下莲台的样式 为什么要用这个 我等出身于陆林 难免要杀人 但是我们杀的都是 可杀之人 这就叫做出于尼而不染 没有爷家的王法 我们随便杀人是不成的 我们就是犯法之人 但是戴上这守正戒银花 戴在殡边 未曾杀人之前 一起杀心 这么一抖了 这花蕊打自己的殡边 提醒自己 头一样 就是这个戒字 戒字难行啊 说好说 办不好办 带花不采花 采花不带花 带花若采花 必未乱认杀 今日各位小弟兄 当众献艺 能配此花者 当众贺耗带花 传为江湖上 千古之美谈 来 将花名册呈上 北侠八十七年进九旋 脸蛋子往下一嘟了 你够这资格 你过来戴花 北侠亲手给你戴上 不够这资格 没有一手决意 你的也配 拿过这花名册来 打开了 北侠一看扑吃 乐了 好 是机灵的都写头了 孔秀 司马良 夏九龄 等等等等等等 哎呀 他怕把他落下 到时候这花不够带的 没他的 北侠一看 这怎么回事 感觉这花名册 是标局的里头啊 人给做的呀 那么这孔秀呢 这些机灵孩子 到时候就怕人多 回头这守仲介 云花没咱们的多寒碜 花名册得赶头了 花银子贿赂 造花名册的人 把我们都给蹬的头了 北侠心了话说了 哎呀 取巧之能啊 那既然写他就得念他 何人叫孔秀 明知故问 乌鸦 师大爷 武就叫孔秀 闪不出班 往这这么一站 磕头行礼 站起身来 坐一摞圈衣 武就叫孔秀 孔春芳 花名册上 头一名就是武 孔秀 不要成口舌之能 你有没有绰号啊 武的绰号 当然是有啊 走遍天下 吴哲兰探当取物便是武 大伙一听着个骂呀 怎么头一个就来小偷啊 您听这外号 这叫什么名字呀 你平生有何能啊 乌鸦师大爷 武会偷 呸 不要耍嘴皮子 偷算什么能的呀 当众或是刀 或是枪 或是拳脚 创高纵矮 纵算你所知能 留下一首决议 群雄观看 碑里也赏光 如果大家伙认可 师大爷 我亲手与你 佩戴手证借银花 如果大伙不认可 轰下店去 今天这朵花 就没你的了 乌鸦 乌有什么能的呀 好啊 既然大伙让我 录一手功夫 这样 我录一手功夫 大伙 关桥 孔秀来到大殿 正当见 群雄有坐的 后子全都站起来了 一看 别瞧不起 孔秀 孔春方 走遍天下 吴哲兰 探囊取悟 要说小巧之能 天下第一 二桃弟兄 名众江湖 俩人交出 就这么一个徒弟来 现在又拜 俩老师 先拜铁掌 李源 后拜 童林童海川 就冲这四师傅 这能那 晓得了吗 孔秀 做了一个螺圈 一拜一拜 不见外 李多人不怪 武阳 练一练 武帝 能那大家 关桥一哈腰 两只手往地上一杵 腰一使劲 俩腿往上一力 拿了一把大顶 甭说天下练武的 贝利也看着这运气 拿把顶 叫什么能那呢 北侠面带不悦 孔秀 不要一味的作耍 难道当着贝利也的面 你也敢取笑吗 有何能是速速演来 是 拿大顶 倒着 往外走 往大殿门外走 大伙看着他 你纵然拿着大顶 歇着爬 这也不算能呢 可走了这么几步之后 大伙瞧出来了 他走一步 彻以手指头 走一步 彻以手指头 赶他走到门槛这 他可就剩 四个手指头了 你要知道海灯法师 那二指禅 您见过吧 他这是四指 已然就剩四个手指头 顶着他这身子 有的可就看出能耐了 可这也不算绝学 皆因为孔秀身材瘦小 他没有多大的分量 就凭四指之力 把这全身撑起来 这也不叫能耐 眼看到门槛那了 他又彻以手指头 就剩下问路指了 两个十指指着 他这身子往这儿 这么一顶 他可没卖这门槛出去 大家伙以为 他到的还回来 是怎么着 其实大伙看着已经 瞧住好了 要给他叫好了 猛然间就看着 这个拨梗子这么一梗 腰往下这么一堆 两个腿往下一船 自己的手指的一使劲 这人腾一下 可就弹起来了 上面有防驼 有防梁 孔秀两只脚啪 一搭这防驼 平地窜起来后防驼 伸的吊在防驼之上 就用两只脚 蹭蹭蹭 在防驼上走三步 一吊腰 这手可上来 手不够防驼 八防船子 两只手倒着防船子 伸着吊着 又往回走几步 可又来到大殿的正当中了 大伙一看 这能耐可不小 平地倒着往上窜 跟正着窜可不一样 我们大伙正着不见得窜得上去 看来要数小小之能 还得输孔秀 孔秀一看 正着走到这殿中心 不晾手 决意 难押群雄 孔秀说了一声 师大爷 你要看清楚 我要晾我的决意 这一回 孔秀当众先一不要紧 引出来下回书 同林同海川 北高峰 中标赫号 待会 好 谢谢大家